日本的一个奇特姓氏,不管你怎么取名,一成中文后都像在骂自己,中国历史远远流长,其中姓氏的数量就繁多,能在文献当中查有记录的就多达5000余个,而我们的邻国日本,其流传至今的姓氏也有14万之多,按照人口的比例,中国现今约有14亿人口,而日本仅有1.26亿,如此繁多的姓氏究竟是怎么命名的,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姓氏的来源是什么? 据说,日本还有翻译成中文的奇特姓氏,听起来就像是在骂自己,欢迎收看剧谈时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最早期的日本人,其实只有名没有姓,但随着社会发展,生活上有不变,于是开始出现氏名,氏名,是当时每个族群在朝堂上所担任的职务,以及当时所居住的辖区地址来命名的,在当时,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,平民百姓还是只有名没有姓, 而直到1875年后,日本出台苗字必称令政策,要求所有日本人民都必须要给自己取一个姓,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姓氏,有些文化不是很高的百姓,就将自己的姓氏取自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事物。 比如,有些人住在山脚下,便叫山下,住在田野旁边,就叫田边,这些山川河流,花鸟鱼虫,都被日本人用作姓氏,而职业与地址,也可以用来作为姓氏,比如做木匠的旧姓大公,住在木村的旧姓木村,地域也可以作为姓氏,比如我们熟知的江湖川柯南的姓氏,就是来自于日本江湖川这个地方, 由于这样可以随意地取自己的姓氏,造成了日本姓氏不但数量多,而且含义怪异,有的与动物有关,比如猪鼻,猪爪,牛尾,牛肠,小龟,有的和数字日期有关,比如一二三,四月一日,还有的跟亲属关系有关,比如八姨女,祖父江,我妻,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,日本还有一个我孙子,是,这样的像是自己骂自己的姓氏,日本的侦探悬疑小说家,我孙子五丸, 和日本称肝跳运动员,我孙子至美都是这个姓氏,其实我孙子这个姓氏,是已经流传多年的一个罕见姓氏,在日本并不是我们中文所代表的含义,在日本的多处街道上,也可以看到有我孙子这样的地名, 关于这个姓氏的来源,一共有两种说法,其中有一个说法是,当时的日本外来人中有印度血统来此的一只族群,而当地称之为Abituko,意思是火神, 于是为了表达对于这一只祖先的纪念,后世之人就将其称为Abituko,日文就是我孙子,还有一个说法是在日本古世纪中有记载,日本有Abituko这一地名,按照日本取姓习惯,就将其取为自己的姓氏,日文就叫做我孙子,可能是我孙子作为比较少有的姓氏, 由此传说最开始叫我孙子的日本人,其实是从皇宫旁之中而来的,由此,我孙子是还有可能是贵族后代的姓氏, 第一,左藤,全日本姓左藤的大约有二百余万人,左藤的起源是来自于世家大族藤原氏,而左藤是来自藤原秀乡的后裔, 是日本第一大的姓氏,第二,陵墓,作为第二大姓陵墓,在日本大概有约一百八十万人, 其起源是在基义半岛信仰雄野的陵墓修行者,传下这个姓氏给后人,第三,高桥, 占人口数量第三名高桥,姓氏在日本约有一百五十万人,是由日本高桥家族翻看查阅自己家中的族谱, 发现自己姓氏最开始的来源,可能来自于中国东汉汉县帝留邪的后人,经历变迁后更改到高桥, 日本从唐朝时的附属营州小国,到明治维新后,学习资本主义,蓬勃高速发展, 一跃成为亚洲的发达国家,不论是其文化还是经济上,都是多方面的向各民族进行学习, 自唐朝以来,日本就开始不断学习中国的文化,比如茶道,唐朝风格的建筑, 还有贵作的礼仪,都是流传至日本,然后日本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化, 最为明显的就是文字,在最开始日本并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, 使用的都是中文,但后来演变成现在的日文,但看到日文中, 不免还是有中文的繁体字的保留,而且日本的和服, 也是由中国的传统服饰加以改变之后,成为大和民族的标志服装。 在二战结束之后,日本也向欧美国家学习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, 所以日文中也有许多的外来词,可以看出日本不论是取名姓氏, 还是文化来源都是四处借鉴来的,欢迎收看剧谈史, 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日本姓氏又称为苗字,源于古代日本人对自己所居住地区或出生地点的称呼, 例如,山田就是只住在山田村的人,田中就是只住在田中村的人, 这些姓氏通常以地名、方位、职业、身份等为基础, 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历史变迁。 日本的姓氏文化远远流长,可以追溯到公元五世纪左右, 那时,姓氏主要是贵族和皇室成员所使用,而普通百姓则没有固定的姓氏, 只使用名字,这种情况在古代日本的阶层体系中反映出来, 首先是贵族和皇室,这些阶层的姓氏通常源自于神话传说中的祖先或神明。 比如天皇、天照和大和,他们的姓氏被称为官氏,代表着高贵和尊贵的身份, 而官氏在古代日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象征着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权威, 其次是氏族和武士阶层,氏族是拥有武力和政治权利的贵族和武士, 他们也有自己的姓氏,这些姓氏多以姓氏元、平、藤元等为代表, 反映了他们的血统和家族传承,氏族姓氏被称为门藩,也就是家族的代表标志。 然而,普通百姓和社会底层的人则没有固定的姓氏, 他们只使用名字,比如春子、八月、菊、狗子等等, 这些名字通常是以季节、月份、花卉、动物等为素材, 简单直观,带有一种自然的美感,这种名字被称为名圣, 是日本最简单的姓名形式,随着时间的推移, 姓氏文化在日本逐渐发展和演变,在日本的历史进程中, 由于各种政治、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, 姓氏的使用和传承发生了变化,尤其是明治维新时期, 日本政府颁布了有关姓氏的新法规, 规定民众必须取姓氏,以确立现代社会的体系和法律规范。 这一法规的实施,促使大量普通百姓也取得了姓氏, 使得姓氏的种类大大增加,随着社会的发展, 日本姓氏不再仅仅是地名,方位、职业和祖先的象征, 还包含着更丰富的意义和文化内涵。 今天,日本的姓氏文化依然独特而多样, 在取名时,许多家庭仍然会继承家族的姓氏, 以传承家族的尊严和血脉。 同时,也有不少人选择新的姓氏, 以表达自己的个性和追求。 这些姓氏承载着人们的情感、价值观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, 在日本神话中,火神是创造世界和人类的重要神明之一。 它被尊称为火之家具土神或火之家具土, 名字的意思是火之主或火之神, 据说火神的后代众多, 而我孙子是便是其中之一。 他们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家族, 主要从事铁器制造和冶金业, 他们是火神为他们的祖先, 于是取名为我孙子, 以此纪念他们的祖先火神, 表示他们对火神的深深敬畏和崇拜, 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。 虽然我孙子这个姓氏在日本并不普遍,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涌现了一些著名的人物。 如我孙子武丸和我孙子光臣, 我孙子武丸是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将, 他曾经效力于枝田信长和李晨秀吉, 参与了许多著名的战役。 他的名字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, 我孙子光臣则是日本现代的政治家, 他曾经担任过日本外相和防卫相。 是日本自民党的重要人物, 他的影响力在日本政坛上堪称无人能敌, 除了我孙子, 日本的姓氏文化中还有许多别具一格, 甚至听起来颇为让人惊讶的姓氏, 比如鼻毛和猪鼻等。 然而, 这些看似奇怪的姓氏, 其实都有他们独特的历史背景, 这些奇特的姓氏主要出现在明治时期。 那时, 日本经历了一场姓氏文化的大改革, 明治政府为了现代化, 要求每个日本公民都必须有姓氏。 然而, 对于那些之前没有姓氏习惯的民众来说, 他们对此感到迷惑。 甚至有些手足无措, 在这种情况下, 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选择一些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, 或者随手可得的事物作为自己的姓氏, 因此, 鼻毛、 猪鼻这样看似离奇的姓氏便在那个时期诞生。 虽然这些姓氏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令人哭笑不得, 但是,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 这些奇特的姓氏其实是明治时期, 社会历史变迁的生动写照。 他们反映出当时的日本人如何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, 以极富创造力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改变。 然而, 这些奇特的姓氏并不能代表整个日本的姓氏文化, 实际上, 日本还有许多传统而常见的姓氏, 比如佐藤、 灵木等, 这些姓氏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, 代表了日本社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, 像佐藤这样的姓氏,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, 源自当时的一位贵族, 而灵木则源自一种古老的职业, 灵木家族的祖先曾是制造灵荡的工匠, 这些姓氏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, 更是日本社会的历史沉淀, 是文化、 传统、 家族。 尊严的象征, 无论是奇特的姓氏, 还是传统的姓氏, 它们都构成了日本独特的姓氏文化的一部分, 这些姓氏以各自独特的方式, 讲述着日本历史的各个方面, 展现了日本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, 在日本, 姓氏背后的故事常常让人感到惊奇, 无论是象征火神崇拜的我孙子, 还是那些奇特的鼻毛、 朱鼻, 它们都展示了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, 或许有一天日本会建立一个姓氏博物馆,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这些有趣的姓氏, 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。 而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魅力和深度。